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西甲球會王嘉馬得里官方宣布 他們成功從愛斯賓奴 租借現年33歲的西班牙中鋒祖斯路馬圖一年 租借期將會在2024年6月30日結束 根據知名體育記者羅馬洛的消息 今次交易的租借費為50萬歐元 合同當中包含非強制性的買斷條款 買斷費用為150萬歐元 出身自次達清訓系統的祖斯路 在2009年轉投王嘉馬得里B隊 他在2011年5月21日 獲得首次代表王嘉馬得里一隊上陣的機會 當時入替賓森馬的他 在上陣的沒多久就接應斯朗拿道的傳送 射入他在王馬的首個西角入球 不過祖斯路在之後的球員生涯外流到多支球隊 先後效力過賀芬咸 法蘭克福、賀諾威、史督城、 拉霍羅尼亞、紐卡蘇以及艾拉維斯 去到上賽季 祖斯路以自由身轉投愛斯賓路 在38場賽事攻入了17個入球 交出4次助攻 良好的表現令他在3月份 受到了西北牙國家隊主席 迪拉夫恩迪的稱來 在年屆33歲之令首次為西北牙國家隊上陣 直至目前為止 他在西北牙國家隊合共上陣了4場 攻入了3個入球 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 祖斯路過往面對王嘉馬得里的時候 常常都能夠取得入球 他在職業生涯曾經10次面對王馬 一共攻入8個入球 交出過一次助攻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